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是周二 今天这一周来说的话 是短的一周 今天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因为日历转到了9月份了 那8月底这一边 我们是看到指数在周五最后的时候 是冲高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是拉高出货 那么今天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 昨天的更新已经讨论到 上一周来说的话 暗池是不断的减少 然后这个双顶 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有进一步的突破 所以本来就是在想 这个9月雷点到底是出现在哪里 是大飞龙 还是另外一个大的像CPI 或者别的数据 会进一步的造成市场陷入这一个不确定性 然后看到恐慌指数是飙升的 结果没有等太久 我们看到直接一开盘 9月就开始这一个往下探了 今天主要是科技股的这一个sell off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又回到了经济衰弱的这一个主题上面 其实宏观的因素特别的多 全球各方面来说的话 都有一些因素在影响着今天美股 在这一个开学之后的这一个走势 本来是想对吧 这一边是不是有最后的一个狂欢 做了一个新高 才看到真正的这一种破顶番 然后开始做9月正常会有的这个回调 因为其实往常来说 我们都知道 往年的这个9月的走势不是这么的好 上周五我们做每周一次的周五直播 做个股诊断的时候就在讨论 其实我们去看月K去看9月的话 往往都是回调的 过去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指出了 到了后面 其实大家如果去观察的话 后面通常都还是有一个更加高的一个点位的 所以这次会不会如此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下 然后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素 在影响着今天美股的这一个走势 今天Tom Lee很早就上CNBC去讨论 他觉得这一次回调的这一个深度 一会儿我会进一步的去跟大家去详细的去讨论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暗池的情况 因为这里暗池的大点仓 是预判了今天的这一个跌幅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是从51.4降低到了49 但是转天是怎么样的回升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是从49涨到了50.9 所以明天可能会有一个反弹波 但我觉得在这里回调可能是要长一点时间的 最大的可能性这一个月的高潮 是进行在9月18号 对FOMC Meeting 也就是美联储会议的时候 我觉得那里会对市场总共会有一个交代的 因为在这里来说的话 指数比较的尴尬 在这一边我们一直在说 均线是不是支撑住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 今天是有点破位了 但是另外两个主要的技术指标还没有完全的是破下去的 一个就是MACD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红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里就是维持在可以死差也可以惊差 非常模拟两可的这个点位 而赛同时阵阵好好日线级别了 到了50了 但是EMA均线这一边是显示有点破下去了 因为英伟达那一边今天跌幅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标普500指数的热电图来说的话 规避风险的这个情绪面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类型的股票 基本上全部都是绿油油一片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板块都是有受益的吗 而这一些科技股都不行吗 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的 还是对于美股的这一个估值 特别用市盈率 Price to Earnings Ratio 我们去看的这个角度呢 会有所区别的 大家会看到的这一些DPE的 PE比较低 估值比较低的这一些板块呢 反而是会收益的 而我们会看到高成长股呢 你的市盈率比较高的话呢 今天跌幅可能就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的是大一点 这是一个风险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非科技股的 这一个减肥药跑到上面 对吧 领先的这一个里来呢 PE非常的高 119 是英伟达的两倍有多 这一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科技股估值 还算是比较啊 如果你去看PE比较低的话 因为软件公司赚的还是多 Google和Meta是领先的 两大线上广告的公司 在美股这一边 但是其实最容易一个分类的方法呢 就是像这些 宝洁 可口可乐 Verizon AT&T 联合健康 还有这一些 个别的这一个 金融板块里面的股票 有什么共同点呢 分红 OK 所以分红呢 是可以去拿来对冲 这一个经济刷弱的 另外一个板块呢 是consumer defensive 也就是 像这一个消费防御性的股票 这里就有点奇怪了 对吧 因为DG Dollar General 这个亿元店 上周才跌了28%的 那么如果是拿来对冲风险的话 为什么经济刷热反而是吓到了这一类型的股票 这就非常的有意思 Dollar Tree明天早盘财报 所以我觉得这里Dollar General 有可能会进行他的这一个deca balance 明天我会关注这一只股票 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强势的 今天强势的股票有吗 有的 在这一周呢 昨天的视频里面 讨论到两只我比较看好的股票 一只就是特斯拉 另外一只就是SMCI 今天SMCI呢 是收率的 对 在英伟达跌了超过9%的时候 SMCI竟然是没有跌反而日绿的 这就有点反常了吧 但是总体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里自选单里面有100多只股票吧 整体来说的话 恐慌指数是领先的 UVX UVXY呢 都是比较强一点的 另外就是美债呢 我们讨论过在这个经济衰弱的版本里面呢 通常TMF TLT呢 会走得比较强的 这里在上面呢 刚分红型类型的这一些 这一个股票来说的话呢 应该也是会 这一个走强的 今天我们刚刚在不同的板块呢 都看到了这一个现实啊 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其实比较 这一个可惜的 因为特斯拉早盘非常的强 大盘呢 不是站得这么稳的时候呢 TSLA今天在日内呢 是两度冲高的 而且波动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做了一个双顶 在218附近吧 遇到了这一个压力 然后再回踩了210这一个啊 这一个回踩 多啊 这一个 那做了这一个210回踩的 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呢 其实已经跌幅来说的话 已经是比别的股票少非常的多了 特斯拉今天跌了1.64 大家可以看到在气墙里面呢 这算跌的算是比较少 Meta和微软来说的话呢 也差不多都是维持在这个幅度 但特斯拉比他们还要少一点 最多来说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像Google呢 差不多4 然后英伟达这一边呢 是9%的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特斯拉这种的表现 在今天啊 这一个科技股呢 市场是规避风险 Risk Off的时候呢 已经算是很强劲的 就看一下后续 有没有继续的 这个Robotaxi的推高 毕竟啊 特斯拉也花了不少的钱 去购入了这一个英伟达的芯片 那如果英伟达的芯片呢 真可以就是买到就是赚到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财报 能不能进一步的去兑现 这个说法哈 好 接下来呢 就是看一下 特斯拉的这个点位 我觉得没什么改变 在这一边呢 206到210左右呢 都是这个震荡买入的 这个区域 然后这里往上走的 这个压抑呢 我看好还是 215和225左右的 这一个压力的点位 这一个昨天 我们已经点评过了 所以暂时先保值 在这两个点位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如果大家去看 他的这一个走势的话 其实他在这样子走的话 也是一个上行趋势 就看一下这一周 有没有进一步的可能性 往225这一边去冲了 那么英伟达可不可以去抄底呢 这次Yankary Trade 是不是来第二波 然后又有这种效果呢 我觉得Yankary Trade 在第一波的时候呢 那一些在杠杆上面有问题 margin上面有问题的 这一些用户呢 应该轻的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unwarned来说的话呢 这个过程啊 我觉得已经是 基本上是结束了 这里第二波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今天根本是没有什么 大的这种经济数据出来的 主要是对于日央行 要继续加息的这一个反应呢 笼罩在这一个市场 不确定的因素上面 所以带动了这一个美股的下调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因为日理翻了一下 但是如果你说一个交易日 到下一个交易日 基本面改变了这么多 一天就有可能造成指数的大跌吗 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那我觉得这一边去抄底有风险吗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的就是 他可能要去做几个lower high 然后去补缺口 然后才真正的就是扭转趋势 做真正的这个反转 所以在这一边啊 绝对是要有耐心的 因为今天的这一个跌法呢 跟上次黑色星期一 在这一个日元对吧 这个猛涨的那一波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一波英伟达跌到90的时候 我们根本是买不进去的 为什么呢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他们把网线了 这一次有把网线吗 好像没有啊 这次好像是能买到的 我会比较谨慎一点的 看一下是不是 华尔街的交易员过完暑假了之后 回来了之后呢 是看到眼位有点高 是不是要先弄低一点 然后再进一步的往上啊 但是来到这里呢 市场也存在一件不稳定性的 最没有说服力的地方呢 就是今天没有太多 就是一定是 看miss这种最大的数据 就是美联储挂在嘴边说的那一些 美联储挂在嘴边说的是 PCE通胀数据 上周我们看到了 直接拿着就给推高了 另外的就是像 Nom Farm Payrolls 大飞农 那大飞农呢 才经过了一个大的修改 本来想的有可能指数的 这个100 150点的这个跌幅呢 是留给了大飞农的 结果他提前先来了 连Jotes都没有顾得上啊 所以明天呢 能稳定市场情绪面的 反而是看到这些劳工数据来说的话 没有进一步的疲弱 显示 你们现在今天担心的硬着陆呢 其实可能延过其实了 可能还是有soft landing 软着陆的可能性 这是今天Tom Lee的一个看法 他是看一个八个星期 周期的这一个回调 幅度呢 大约是在7%到10左右 因为刚刚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上一次的这个回调 就差不多对吧 指数呢 是这一个数字的 当然纳指回调的比较深一点 今天已经有过两次 超过7%的这一个回调了 然后他觉得 如果指数只跌了12%的话 不值得去buy the dip 去买回彩 那么买回彩要看多少呢 大约跌了5%左右 5%左右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个点位 那如果我们用历史高5669 又同样的做一个5%的回调的话 应该是在5380啊 这一种啊 这个点位附近的 所以到时候在那一边呢 我们一会做技术面的 看法的分析的时候呢 看一下那一边有没有缺口 通常那一边应该是比较 强劲的一个支撑点位了 在这里他觉得如果劳工市场 还是强劲的话呢 那更加有可能性的会去买 这一个回彩 因为这代表 Soft Landing软着陆的剧本呢 还在 但是他还是坚信这一边呢 就是we didn't see the top for 2024 他觉得2024年的高位呢 还没有出现 后面应该是有一个新高的 但是后面8个月呢 可能会比较的艰难一点 我们看一下市场利率的反应 在这里呢 50基础点降息的可能性呢 是大幅度上升 我们看到前一天是30% 今天加大到了38% 降25基准点的可能性是62 市场估算零可能性 不会降息 所以在这一边市场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美联储会去进行这个降息的 那我跟大家之前也说过的 如果要降50基准点的话 市场会视为利空的 今天反映出来了 因为大家一看到 这个50基准点降息的可能性 被这个升高的时候啊 股市是不是就下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大家注意一下 英伟达盘中来说的话呢 我们看到幅度下探了不少 盘后还要出来一个利空 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就主要的这一个利空呢 就是这一个DOJ 给他们了一个这个 讨论的就是这一个反垄断 Antitrust 所以又是围绕着这些 同一些垄断的这个话题上面 其实之前呢 都讨论过 而且Google Meta那一些 全部在不同的国家 包括在欧洲那一边 不是美国本土啊 因为这一次是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美国司法部这一边 所以其实这一些消息面呢 周围有的时候呢 都还是会冒出来的 有的时候机构就借助这一个 再推一波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英伟达不一定 明天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100的防守战呢 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我们先看一下NVIDIA的点位 盘后呢 我们下探到了105.69 但是我觉得这里呢 对于空军来说的话 已经非常极限了 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 这里是有两个缺口的 如果是往下这一边探的话 第一个缺口补齐了 在109这一边的 第二个缺口呢 就是在105.18 大家可以看到盘后的点位 非常接近了 所以如果这一个最坏的情况 已经来到了 下面其实没有什么缺口去补的 他也不一定要去做 这个100的防守战 所以我觉得105缺口补齐了之后呢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 之前105呢 英伟达是被针对的 因为我们是从90上来的嘛 让105呢 他就在一个周五那边被卡住了 但是后面呢 就直接给飞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缺口呢 是非常有意义性的 而这一个反弹波呢 去做lower high的话 这里的可能性是更加的大 为什么我一直在说lower high 因为这一次能超到底的这一波来说的话呢 后面还是要有持续的 比如说利好和数据呢 去支持我们上走的 上行的 但是现在市场呢 还是围绕在这一个经济衰弱的这个版本里面 所以软卓弱啊 还真的是需要后面的这个就业数据 还有通胀数据来说的话呢 是继续走好 在这里我觉得CPI的这一个风险呢 已经是降低了非常的多 因为PCE没有爆雷 所以CPI爆雷比较有点说不过去啊 但是这个大飞龙来说的话呢 就比较的是有意思了 只要失业率还是维持啊 现况没有太大的这一个脾弱性的话呢 那可能就市场呢 反而是把这一个给拉高了啊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的三天呢 都会有大的劳工数据的 明天开盘半个小时 周四呢 每周一次的这个jobless claims 周五呢 就是本周最大的大飞龙了 周四也会有小飞龙 有的时候小飞龙是在周三的 但因为这一周只有四个交易日嘛 因为一个holiday 所以就被推后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今天盘后呢 还有一个消息面出来了 这个有十几万个点 接着就是说 佩罗西在知道 这个司法部啊 要去做这个反垄断调查之前呢 提前的把自己 英伟达的这个position 给卖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平时 我自己个人喜欢看 Zero Hedge 还有Unusual Wills 这两个博主 都是有超过 一百万的这一个追随者的 在推特上面算比较大 如果有这个新闻 而且Unusual Wills的 这个佩罗西的跟踪非常的紧 所以他结果就出来了 说 Bro this is not true 那个佩罗西那一边 根本没怎么动静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 这些politician 政绩家 他们去做交易的时候 是要去做这些报告的 这个跟insider trading 还有各种来说的话呢 虽然有点滞后 但是会看到 有这一个交易量的 所以这一个消息面呢 是被bust 那么Unusual Wills这一边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消息面啊 一个就是在周五的 那一个大的VIX的买家 来说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35万的这一个合约 价值900万 在周五进去的 就是说短期 这一个VIX呢 会暴涨 今天恐慌指数 确实是往上走了 但是这一边呢 他的观点呢 就是没有人会告诉你 很有可能性 那个人的 就是做这一个恐慌指数的 这一个position 头寸呢 已经关掉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真的 而且暗时是有增长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明天 会有一个不错的 这个反弹波 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只是走lower high的话 后面还要跌的话 大家要考虑清楚 到时候拿上去的时候 是怎么样做 这一个操作 还是要比较注意一点的 还是那句话啊 股市有风险 大家要谨慎 另外一个 我觉得最近看到 比较有意思的 这一个消息面 在这一间发布出来的 是根据这一个路透社 在讨论 实力呢 是有非常大的 这一个讨论呢 今天intel也跌了不少的 会从道指被移除掉 因为他的这一个股价呢 不断的在跌 市值也在往下走 我觉得这里更加有意思的 不是intel跌了多少能接盘 而是谁会代替他 因为代替他的那个人呢 应该会有进步的上去 他就会说 英伟达总算要进道指了吗 但我们看到亚马逊 对吧 也是近期进取的 里面也已经有苹果了 如果英伟达再进去的话 科技股太多的话 那对道指就没有太大的 一个意义性 所以有可能是别的公司 这个我会盯紧的 毕竟能进去的 那个公司来说的话 那个公司的这个股价呢 肯定是有所这个利好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劳斯莱斯 总算是涨回去了 做了一个V型反弹 这个劳斯莱斯呢 是被最近这个飞机引擎啊 整天就是我们看到 有不少的这个消息面 是出来的 这次是Airbus的 并不是波音的这一个利空的 说他们的引擎是有问题的 但是结果这个国泰航空呢 Cafe Pacific呢 是说啊 只是对于各班的 这个航班呢 是有影响的 好了 这个劳斯莱斯 直科就上去了 但是这一边呢 就回应一下 因为之前在直播间的时候呢 有小伙伴问我的 核电概念 有什么一些比较 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有意思的 这些公司呢 其实劳斯莱斯是的 如果我告诉你 劳斯莱斯在过去一年 翻倍有多 对吧 大家会不会觉得惊讶 这个公司不是卖车子的吗 其实各种都有啊 这个百年的老字号来说的话呢 各范儿都有做的 他们有做一个东西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但是它是在核电里面的 small modular reactors 而且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它的这一个design呢 设计来说的话呢 已经是通过了这一个 英国这一边的二省 所以它是有核电概念 这一个走势的 而我们知道干净能源呢 是市场一个大的一个炒作点 因为AI数据中心 需要大量的这一个干净能源 因为它的这个sustainability更加好 但是我们知道核电呢 是比较危险的 特别是反应堆 我们看到Chernobyl Fukushima 对吧 这一个这福岛都是一些 非常出名的这些案例 所以在那些东西来说的话呢 反正我们现在其实 已经有更深一步的 这个科技上的这个理解了 所以你去做这种股票的时候 特别是核电概念的 就要比较小心安全性 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公司失败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 这个核电厂的这个事故 而且那些事故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要比较谨慎 这一个板块 但是那一边 毋庸置疑的就是过去年呢 Los Lais走的真的非常的强 直接翻倍了 因为它是在欧洲上市的 在Linux Exchange 在伦敦那一边的这个交易所 所以平时我们在美国这一边呢 反而是看不到的 今天波音的跌幅 跟那边没有什么关系啊 主要是因为这一个 Wells Fargo 富士银行呢 是转熊了 然后就是看空 所以波音呢 是有做了一个lower low的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 之前的双底有点破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如果在操作核电概念股票的话 因为Los Lais在伦敦交易所 所以买不到 那么在美股这一边 有没有这一种类似概念的话 有的是WAB 因为他们早在这一个2020年的时候呢 1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把这个Los Lais的 Civil Nuclear Systems 也就是他们的一部分的 这个核电系统的 还有服务业呢 在北美这一边 还有一些欧洲 个别的这一个区域呢 已经是购入下来的啊 他们已经是把这个收购了 所以这一个公司呢 其实本身有很多核反应堆呢 都是他们公司去打造 所以在这一个核燃料上面呢 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威名了 在Velcom Split之后呢 其实这个公司来说的话呢 有非常悠久的这一个历史 最近呢在这一个 这个核燃料上面呢 特别是Newfield Pellets LEU Plus这一边呢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直接是 这一个政府的能源 这一个机构呢 直接在讨论这些东西 American Nuclear Society呢 也有更加多的这个reading 所以大家对这个股票感兴趣的话 可以做多一些这个Due Diligence 叫做Westin House 过去一个月的反应 走的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你想它直接给你翻倍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过去一年的走势呢 大家有目共睹的 真的是挺不错的啊 如果后面啊 这一个书记中心 要非常大庞大的电力的话 你用住宅的Residential的根本不够用啊 对吧 而且核电来说的话 也有很多是要给住宅的 那代表呢还要想办法去找到 更加好这个energy efficient 更加好的这个能源消耗量 对然后更加是环保的 这一种的这个做法 当然也要安全 因为我刚刚已经讨论了 这个合法云堆 比较危险的一种的这一个燃料 但是真的 它释放出来的这个能量呢 去推动这一些AI数据中心的话 是挺不错的 其实在美国那一边 有很多地方去铸造这一些数据中心 带动了像建筑材料 特别是工业 这一种概念的这个公司的 但是有很多居民是不希望呢 有这一种工厂在他们周围盖起来的 为什么呢 跟这一个当时比特币挖矿同一个概念 耗电量非常的庞大 而且是一个对社区呢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干扰和destruction 所以那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是后面一些这个数据中心 实际被建造出来的一个大的考量啊 今天副版就先捞口捞到这里了 其他的这一个概念的股票 我会进一步去留意着的 因为感觉这一边是另外的一个大的一个看点 不是这么多人在讨论 但是现在明天来说的话 先看一下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大盘呢 能不能先上去啊 大盘反弹的幅度给看到最后 坚持到复盘最后的这些小伙伴去看啊 我觉得是在5565580区间之间 因为我的均线反弹呢 应该就是在这一边附近了 今天做空来说的话呢 其实还是比较直白一点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两条EMA均线呢 有多次的这一个做空 开空的这一个点位能进去的 在日内 今天我们群里面做的最多的是 SPX标普白指数 550的这一张put 这一个多位的小伙伴呢 都是有去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我们在5565呢 最后再确认了一次是压力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双底破位嘛 所以这里就有加空了一个点位 这一笔来说的话呢 稍微来说的话是稳一点 因为是之前大的这一个震荡的方向 破位而下了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的 大盘呢 在做这一个顶部结构 盘整 这边一直在盘整 如果能突破创新高的话 那就代表后面这个 继续往上拉一段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但是如果破位而下的话 一定不能破的这一个点位呢 就是这里5560附近 而今天破掉了 所以一破的时候呢 就有不少小伙伴追进去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的这个看跌呢 就出来了 这一些trading plan 交易计划都要提前做好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这一个会员群 都二维码 我换了一个新的 摆在了这一个社交群这一边 所以大家扫的话呢 就可以入群咨询这一个会员了 在这一边我们之前五天前做的投票 英伟达今年还会不会有新高 有75%的小伙伴还是觉得是会有的 今天复盘比较长 因为做了核电的那一段 但是昨天本来就想把那一段给弄出来 这个题材我昨天就有了 只是就是想控制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长短 今天来说的话呢 跌了之后 大家肯定对后市的这一个走势呢 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所以今天就给了大家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 另外呢 这个缺口论有没有用 大家就看了 今天的最低点呢 基本上出现在5505附近的 为什么呢 不就是对应了这边的这一个缺口吗 刚刚好好 OK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走势呢 还是要跟着这个一个个缺口呢 去看究竟哪里是最好的 如果像汤姆里说的是一个 呃 5380附近 5%左右 离历史高这一边的这一个回踩的话 不就对应了是这一边吗 大家可以看到的 5378这一边呢 是有个缺口的 补齐之后呢 是在5340附近 所以这里可能是一个大的点位 好了 这个就留给后世 呃 后面继续的去讨论呢 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 记得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